大家好,我們今天就在湯叔睡街 為什麼我們要睡街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覺得宿舍的政策有些問題 首先我們看看什麼叫性別 性別其實是很多元的 除了男和女之外,穿其他性別身份 同性戀、異性戀和化性別 但是現在宿舍就是要逼著我們所有性別的人 都要強迫同性同房 但這個是抹殺了很多種的性別差異 有些差異是應該要被尊重的 雖然他們的主題我未必是100%支持 但是我覺得性空間方面我有保留 但是男女性別平等在宿舍體驗我是支持的 先不要說屈舍的問題 先是打蛇的問題 現在的制度下就是買了蛇票 同性又是跟你同一個宿舍的話 就可以合法地屈舍 但是異性就是絕對沒有這個機會的 就算是同一個宿舍又肯買射票 他們都是不可以屈舍的 但是這個情況我就覺得 其實宿舍方面應該是針對著男女 會發生性行為這個前提 但是我覺得這樣就是歧視 又或者是更加嚴重的 就是無視了同性戀的存在 我支持這次運動 原因就是都是由一個選擇權出發 因為現在的宿舍最主要都是分男女 就是男宿女宿男女宿 其實這個是沒有辦法去把世界上所有的性別 去包含在裡面 就是那個劃分太過簡單 譬如有些是跨性別的人 那怎麼辦呢 應該入哪一間宿舍呢 其實爭取性別有線宿舍 就可以給這些人多些不同的選擇 那我們搞這個行動之後 其實都會有些人有些看法 很多人都是持一種很大家掌跡的想法去看我們 就是覺得大學生你還是小時候 你不應該有這樣的性權 爭取性空間 我們覺得其實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 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個自主權 去管理我們的性生活 或者管理我們的情慾呢 還有我們都希望藉著這件事 這個討論 譬如將性放在公共討論 去跟上一代溝通 究竟為什麼你們作為家長的 為什麼這麼擔心呢 既然我們爭取的一個性別有線宿舍 我們覺得自己都有管理自己的能力 為什麼還是好像一定要反對我們做這些事呢 我覺得其實時間限制是有點多餘的 因為其實那些同學熟的話自然都會走過去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已經是大學生 很懂得分這個 其實會不會有些道德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其實沒有問題的 過了成年人的時候 其實男女同一間宿舍都不應該限制一些時間的 但是至於其實是否真的可以讓男女一起住 還有同一間房間其實我自己就有些保留 可能有時候同學宿舍的生活 可能會容易喝酒 喝了酒之後 其實因為酒精會很容易影響到判斷能力 如果再被男女同一間房間的時候 因為如果是因為酒精的影響之下 令到同學不小心 可能是男同學不小心弄到女同學的 發生了一些大家不希望發生的情況 那就不是那麼好 就是這樣 在宿舍我覺得對其他人始終不方便 你一起住的 你冤美和管理上都會有些問題 會有些什麼不方便的呢 舉例子 例如你女同學會覺得很不舒服 她可能會減少房間的時間 或者她在做事 或者她自己在房間的時候 她可能會覺得自己騷擾的行李 反而這個也是她的房間 但是始終會覺得很尷尬 你主要考慮的是怕騷擾同房 是的 是的 但是如果同房其實可能都談好了 她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怎麼看 如果是男女朋友拍房 我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我們的訴求很簡單 我們暫時希望短期下去 可以廢除一個鴛鴦蛇的惡法 長期推行一個聖別友善宿舍 聖別友善宿舍 其實就是建基於一件 我們會尊重同學性權的一個提法 例如我想做愛的 我不想做愛的 也要相信同學 其實是有一個能力去自主自己身體 而她都會決定自己應該想怎樣做 其實是給同學一個空間 可以恆斥他們的性權 好 如果想起校方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社監派了那些是第一步 但是如果他們說不准錄影 不准什麼 其實對於這個討論是無際於事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子 就關門講了 就有幾個不錄 其他人去留意在這件事情 都會不會太相信那些行動者所說的 即使行動者都是說 假設行動者是老實 是記錄了一些東西 即是記錄了那些高層所說的東西 再transcript 出來 但是沒有所謂的憑證那些 其他人都可能 諸心論就會說都是你們作的 校方應該做些什麼 我覺得應該 起碼給多些支持 或者給一些平台學生去搞 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活動 即是好像我見到 今次主辦的人 他們搞 其實因為可能始終 他們都是透過Facebook 自己的Friend的圈子 任務員寫 那個規模是很小 而且未必可以引起到 大家廣泛的同學的討論 跟他們留意 就會很徒勞無功 我們可以說我們長期有什麼活動 嗯 其實我們打算在9月之前 會希望出一些文 打一些很堅實的論述出來 再做多一些討論 這就很需要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歡迎你和我們一起連結 和我們一起 一起撐這個聖地有寺宿舍 謝謝 you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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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ptions 為什麼